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揭秘一段陈锋的历史 溥仪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 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却从未发挥关键的作用 甚至从来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 他三岁登基五岁退位 长大后又在满洲国做了十几年的傀儡皇帝 日本人投降后溥仪先是被当作俘虏 带到了苏联 后来又被宋王府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学习 直到被毛主席特赦后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那个时候因为溥仪身份的特殊性 人们都对他嗤之以鼻 不愿意接近他 这让生活没有着落的他很是着急 正当他为将来一筹莫展的时候 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郭沫若前来拜访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原来郭沫若听闻溥仪回来了 就想邀请溥仪和他一同编写亲史 他认为溥仪曾是满清皇帝 肯定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清宫秘史 再加上溥仪懂得满汉文字 有他参与肯定会事半功倍 这对于落魄的溥仪来说确实是一份好差事 也没有人比溥仪更加合适 可当郭沫若满心欢喜的把这件事告诉溥仪后 溥仪却一本正经的说 我不懂满文 这下就轮到郭沫若吃惊了 堂堂大清朝的皇帝竟然不会说满语 还是说溥仪在撒谎呢 因为清朝建立初期 朝廷为了防止汉族人窃取机密文件 所有的诏令都是由满语写的 但是后来进入朝廷的汉族人却越来越多 满语呢也就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清末就只有小部分满族人还在说满语 民国时满语就基本绝技了 而溥仪作为皇帝满语是必须要学的 他早年也确实学过满语 但由于大环境的原因满语能不常使用 自己也就生疏了 所以溥仪不懂满语却有歧视 而且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也曾多次提到过 所以溥仪拒绝郭沫若的请求 可能确实是因为自己才说学浅 帮不上忙才会拒绝郭沫若的邀请 但也有人认为 让溥仪来编写亲史 无疑就是写自己的家史 许多宫廷密文就是家丑也不好公开 而溥仪作为后世子孙也不能自辱家门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